就是能够邀请到王孟仁博士 那王孟仁博士呢 他是维吉尼亚理工大学 就是Virginia Tech的核子工程博士 那他拿到博士学位后呢 到了犹他大学做目前的职位呢 是研究员兼这个核反应器的资深运转员 那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呢 是这个粒子迁移 以及这个高效能平行运算 然后基本上他做的东西 我个人非常的感兴趣 因为我也是做computational相关的 那王博士呢 有一个非常厉害的achievement 就是他曾经是这个 他目前是这个犹他大学核反应器 终止照相系统的参与设计人之一 那我们就是以Tyra 就是请大家这个打开麦克风 我们以Tyra的传统方式 掌声来欢迎王孟仁博士 谢谢明达 OK好 那我就先share我的screen一下 这样可以看得到吗 诶 hello 这样可以看得到吗 没有 我再share一次好了 可以看到点那个 可以可以看到了 可以可以看到了 ok这样可以了 ok那今天谢谢大家来参加 对不起 那个背景一直有个直升机的声音 我背影一直有个直升机的声音 对 那我换个位置 是不是因为我的音乐 这样有好一点吗 诶 你好像开始讲话的时候 就会有这个声音 我开始讲话就会有这个声音 好那我把我的麦克风把 换个麦克风 这样的话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有有好很多 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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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 因为我刚才是用耳机 所以那我就不用耳机 ok 好的 那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演讲 那 我觉得就是 希望我可以把这个主题 讲的能够千显易懂 ok 因为它里面其实很多数学 所以希望我可以把它讲的够好 ok 那一开始我会 就基本上我会介绍一下 就是我的 我的研究专长是粒子 粒子千语计算 那其实更 更specific来说的话 我主要是做 就是neutral particle 就是不带电的粒子 就像中子还有光子这些 因为中子基本上 它是反应器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控制反应器的它的功率 那你的功率当然不可以突然太高 突然太低 这样上上下下 你要维持一定的 一定的level 在它运转的时候 所以这个计算机基本上非常重要 不只是对于它 你的power generation 还有对你的reactor的安全也很重要 那一开始我会稍微介绍一下就是 中子迁移 其实可以说是不带电粒子迁移 它的物理模型 然后第二个我会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背后的物理 就是中子怎么样跟物质发生反应 然后在中子迁移的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我们讲说 eigenvalue problem 那你可以 其实翻译中文就是灵界问题 那什么是灵界我会做定义 那我主要是做开发 然后怎么样解这个equation 那等一下你们就会看到说 为什么解这个equation 它可以制成一个学术的分支 因为这个equation其实非常复杂 那我这边列出就是 基本上大部分你可以看到的方法 然后我会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他们方法有优劣 就基本上这个方法有什么好有什么不好 那什么时候你会需要它 然后最后因为讲这些部分基本上都是在理论 还有就是计算的范畴 那我会介绍一下就是在实际上的应用 会有什么样的你可以看到什么 OK 那首先先吓吓大家 就是show这个equation出来 它的equation叫linearvolts equation 那你可以这样叫它做neutron transport equation 对那它长得挺吓人的OK 它有它的那个variable有7个 r的话基本上有xyz就是空间 然后你有能量 然后还有你的那个粒子它在迁移的时候 它会有暂射的角度 然后最后你还有时间 那基本上这个equation它不可能 这个它背后的物理模型 就是不带电粒子的迁移的物理模型 那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不可能 你不可能去analytically solve it 对吧 There's no way 那它每一项的物理定义在这边 对啊然后就是简单讲一下就是像这一项就是 你核反应器基本上你最主要你rely on的就是那个嘛 就是fission就是核分裂 对那你在核分裂的时候它会产生中子出来 那你有多少种子产生出来就是这一项基本上是数学上我们怎么描述它 对然后一般你我们在解这个equation的时候大部分都会把它化掉那个time dependency 就是变成就是steady state就是跟时间没有相关的 所以你的equation基本上在这长长这个样子 那在通常在核在例子迁移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说核实工程的领域里面我们会有一些不同的问题 那其实大部分分三种那我这边写出两种来 一种叫做fix source 那另外一种叫做eigenvalue 那我可以直接讲一下就是他们在物理上的意义是什么意思 fix source基本上就像他们名字一样 你知道你知道你的source长什么样子 就比如说你有个孤六十 那你知道你有这个孤六十它多重 那你就可以算出说它每秒钟会丢多少辐射线出来 那你已经知道你的source了 那剩下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一个人在这边 那你不可能把这个孤六十直接贴在你身上 你没有几个小时你可能就会导致这样口头白抹 所以你中间要摆shilding 就是去保护人 那基本上这个就是你这个孤六十丢出来的那个radiation 它经过这些它怎么样迁移 然后到你的身上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fix source problem 那eigenvalue它比较比较复杂 那我后面会再做更多的解释出eigenvalue是什么 简单讲就是你的这个source是跟你的解是有关系的 你的source跟你的解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基本上是我做的研究的一部分 在尤塔大学就是我们要计算说这个反应器里面 这个地方它的宗旨的数量是多少 那个地方它的宗旨的数量是多少 那一方面是我们要有效的去监视它的那个 它的power的上上下下 它的功率的上上下下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可能要丢一些东西去做实验进去 就比如说你在卫星上面 它有一些电路嘛对不对 那你那个电路在上面 它可能在太空有一些就是太空辐射嘛 那太空辐射一直撞着你这个电路 那它撞了30年可能就坏掉了 那你要知道说它多久会坏掉 你不可能真的把一个东西在那边做30年的实验 所以你说所以你就直接丢到核板银路去 然后就是把它的剂量直接提高很多 然后做一个小时这样 那看它坏掉多少 那你要做这种研究的话 你就要计算说你里面的那个辐射线到底是多强 所以这个是就是其中一个我们应用的部分 OK那 只有这张图片的话我其实不太好解释 那我之后会再稍微解释一下 OK 那就在解释什么是 eigenvalue problem 之前 eigenvalue 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那我要解释一下就是中指跟物质怎么样作用 因为因为它是这些我们这些解决这些问题 背后所有的就是追根究底就是物理 它的机制是什么 那在这个 Linear Boltzmann Equation 里面有个东西 它叫做 cross-sections 那这个东西就基本上是这个 然后你看到这个这些大的 Sigma 这边 Sigma S 这些基本上都是都是资料库 它是中指与物质反应的资料库 那中指跟物质反应其实有很多不同种 就是这种是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讲 Scattering 那简单讲就像打撞球一样 就是你把撞球撞另外一个东西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会跑掉 然后撞球也会偏掉这样 其实第一个反应就是很直观就是这样 那还有其他不同的 像这个中指如果撞 比如说一个 U235的把盒 它可能会被它吃掉 然后吃掉之后它就不丢出来了 所以你这个时候它会丢一个 Foton出来这样 然后它就变成 U236了 对那这种东西我们叫 Capture Capture 就是中文翻捕获 那还有当然 这个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反应 它叫核分裂反应 就是你这个中指去撞它 然后它吃了一个之后 它这个原子核变得不稳定 它就自然的裂开了 那这个时候它会再丢更多的中指出来 对然后这一些就是中指 你撞到这些把盒 它会做什么反应 那基本上这些都是资料库 对那有很多地方你可以去找它 那在美国的话 这个地方叫做NNDC National Nuclear Data Center 对这个地方在纽约长岛 就是蛮美的一个地方 对那基本上这些资料库 都是Open for Public 美国有美国的资料库 日本有日本的资料库 欧洲有欧洲的资料库 韩国有韩国的资料库这样 那基本上这些资料库 你就可以 基本上这些东西 你就可以把它丢到这个 equation 里面 那你知道这个东西 那我们要解的东西 其实是这个东西 那你直观的去想的话 其实它就是你在中指的数量 在这个系统里面有多少这样 那是我们要解的东西 对那这个东西叫做Cross Actions 那Cross Actions的话 因为其实很多的物理词汇 其实也有用到Cross Actions 大部分的物理词汇 你那个Cross Actions 基本上就是一个截面 所以就是一个面积的概念 对不对 那其实这个Cross Actions 它有一点点稍微不一样 可是它的单位 基本上也是一个面积的概念 就基本上你可以想 你可以这张图 你可以想一下 就是你把自己想像 这种自己的中指 然后你往这个 往这个把盒撞上去 那你会看到多少面积 你有多少机会会撞上它 其实大概可以以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去想像说 什么叫做Cross Actions 它其实就是来描述说 你这个例子跟一些物质 它的作用的几率有多少 作用的几率有多少 那在物理上其实词 我们用的是 measured interaction probability 那我们会用measured 是因为probability 一般是没有单位的 可是这个东西有单位 所以我们说 measured interaction probability 那其实就我刚讲说 它每一个反应 它基本上都有它的机制 那每一个反应 它都有它的Cross Actions 你这个中指进来的时候 它跑得多快 那基本上也跟这个有关系 所以你要是真的把这个图画起来的话 它大概长这个样子 它大概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是我们在 在例子迁移领域 或者是合同领域 常常用的就是表示方式 像ntot的意思就是total cross section 就是说所有的可能性都加在一起 这样 我刚才讲的那些所有的 这些只是其中几个而已 那当然还有更多的 那你全部加在一起就是total 那NFission很明显 就是它核分裂反应 发生的几率这样 然后NG基本上就是刚才我讲的这个 对 就是你它被吃掉了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它 带机发泰 然后它就丢一个光子下来 简单讲是这个样子 对那其实每一个把柴都有它的 它的资料库 那这些资料库其实 刚刚我讲的NNDC 是美国 基本上每个国家都会有它的这个 center 如果你有在做就是 核领域的研究的话 那就是基本上 这些资料需要人家去做实验 可是你不可能家去做每一个点的实验 所以基本上后面有些物理模型你会用 去把这些东西估出来 然后去跟实验做比较 然后会有专业的物理人来做分 来做分析说你这个 data 到底我们估算的是到底该摆在哪里 这样 所以这个资料基本上是open for public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基本上可以去这些网站 这个是韩国的网站 他们叫Kairi Korean Atomic Energy Agency 好 那 我刚才稍微 可以描述了一下它的物理模型 跟后面 跟背后就是中指跟物质做反应的机制 那现在我要介绍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Neutron Chain Reaction 就是中文翻 练索反应 练索反应 那英文有另外一个词叫做Multiplication 你可以想像这张图这样 你一个中指进来打到你的右把盒 然后它产生核分裂 会丢出更多的中指 然后你这个右把盒基本上很大 那这个中指基本上它还可以再去碰旁边的右把盒 然后又有更多的分裂 又有更多的中指出来 那这些中指它不一定每一个下去都会产生分裂 那基本上你要是能够维持 这个每一次分裂出来都丢一个中指出来 那一个中指能够继续产生分裂 那你这个系统就是我们在核工领域讲说critical 就是零界 那就基本上说这个reaction就是无限的下去的 那当然你这个右把盒有多少可以让你这样撞 那个是一个点 可是因为基本上核能反应器基本上就是 就是爱因斯坦的理论的证明就是把能量换成 把质量换成能量 所以基本上这一些又把盒你在撞的图过程中 真正转换成能量的其实非常少 所以你要是有一个核反应器有够多的燃料的话 基本上这个反应基本上可以维持很久 可以维持非常久 那我们在数学上定义这个东西criticality 就是零界的话我们有个值叫做k 那基本上就是你有多少宗旨被产生出来 还有你多少宗旨被吃掉 对在这个过程中在每一个部分 我们讲说世代generation 那基本上你在这边有一个 那这边有一个继续fission 那这两个不小心被吃掉了 那你下面还有一个继续 那你这个系统就是E 那你是E的话 这个reactor就是 这个核反应器就是正在运转中 它没有 你要有够多的宗旨去 support 就是它这个vision reaction 那其实如果连回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数学公式的话 其实每一项都是它都可以在这个k里面有它的意思 像这一项基本上就是你这些宗旨哪里来的 基本上就是从核分裂反应 那你还有可能就是你的宗旨可能会跑出这个反应之外 就是不再回来或者是你被吃掉了 像这个东西减这个东西基本上就被吃掉的部分 那基本上这个是我们用来描述反应器 它当下的情况的用的一个物理的量 好那基本上刚才的那个数学是 如果你把它写成就是notation form 就是operation form的话可以变成这样 就基本上这个side 这个side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中指的数量 中指的数量 那基本上如果你有学过那个线性怠速的话 有个问题叫做 eigenvalue problems 就基本上你的解 你的source跟你的那个解 跟你的 eigenvector是有关系的 对吧所以你会有无限多组解这样 那你会有个 eigenvalue这样 所以这个我们这个 equation 基本上跟那个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你基本上要拆它 所以你要拆你那个中 你那个在核反应器里面那个中指 中指在你们每个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是那个量是多少 然后还有你的这个系统的那个k是多少这样 你要去拆两个东西 所以那个有两层的那个叠代 叫Iteration这样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计算核反应器蛮复杂的地方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那个neutron的source在哪里 你必须要去做Iteration 对就是一直拆它拆它拆它拆 然后不断的不断的做Iteration 然后最后你得出一个解这样 那以上是数学跟物理的模型 以上是数学跟物理的模型 那希望我有讲清楚 OK那接下来基本上你有物理 你有数学的模型 那你就要想办法解那个方程式 对那就是传统上在这个领域解这个方程式的有两个方法 一个方法其实就是很暴力的 就是你把它Numerically 就是把它Break down 这个像比如说 就打个比方好了 你要描述一个核反应器 它里面的那个集合模型 比如说你的那个燃料棒长什么样子 还有它那个燃料的那个树长什么样子 然后里面还会有一些 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其他的控制的单元 还有它你那个拿来装这些 装这些这些核反应器 这些核燃料的那个桶子长什么样子 那基本上你要把它切割 就是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 你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其实是沸水式反应器 对那你可以看到那边有很多很小的 那个就是Cube 那那基本上就是我们把它切成一小块一小块这样 所以你要去把它Discretize Discretize 那刚才我们那个Equation里面 你也可以看到它有7个Variable 那基本上每一个物理量我们都需要去做切割 那至于每一个物理量代表什么意思 我没有办法全部在这边讲 那基本上这是三个部分你需要去做切割的 就基本上是 比如就是你的集合嘛 你的集合就是XYZ 这个很直观 你的形状长什么样子 你要做切割 然后第二个是你那个中子 它在撞到那个把核的之后 它会做散射 如果它没有被吃掉的话 那你那个角度是哪个 你那个角度也要做分割 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Interaction 它这个东西叫Cross Section 这个东西它基本上 它其实不是连续的 它是一个一个点 我们讲Point-wise 对 Point-wise 那你在Between Point 你可以做Linear Interpolation 对那基本上 简单讲就是你要有够多的点 那这些点大概有十万个点 那有十万个点就等于说你要解十万个方程师 那对于电脑来讲十万个方程师那实在太多了 所以你必须要把它变少 那你要怎么样把它变少 那通常我们用的一个东西叫做多群Multigroup Approach 那简单讲就是这样 这个是你的那个Interaction 就是那个Cross Section 那你要把它变成像这个样子 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必须要保证你的物理的量是 是维持跟原本的系统是一样的 就是Conservation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想说 在一个核反应器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基本上就是 你的那个核分裂反应有多少 对不对 那你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我这边有讲 就是说你 你这两个东西乘起来基本上 这就是说你在核反应器在某个地方 它某个能量跟某个地方 它的那个核分裂的反应有多少 这个东西你要必须要是Conserved 那这样的话你可以去算出 你的那个这些就是这些Cross Actions 就是该该是什么值这个样子 那其实你看这边有大概10万多点 那你可以极端一点 这边基本上只有只有两个了 剩两个 对那你其他的这个这个这个红色 大概是200个 OK大概是200个 那基本上在在核工业的话 他们基本上这个东西他们大概只用两个 只用两个 因为核工业的话 那你即使即使大概有40个的话 他需要花的计算时间可能也是以小时为计算 那核工那对于工业界你没有办法 有这么多的时间 你必须要马上得到得到答案 然后去做去做去做判断 然后去做就是你的你的收支平衡的 好那我刚才讲那个方法基本上就是 所以我们说它Deterministic 所以你不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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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这么多时间在计算上面 所以在核工业界基本上是 有一点就是牺牲一点它的 它的精确度 然后得到一个大概80 80到90%的对的结 然后去做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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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然后去做你的经济模型的就是收支平衡的计算 这样 好那我刚才讲那个方法基本上就是 你必须要做切割嘛 所以我们说它Deterministic OK 就是你必须一切都就是所有东西你丢进去的 它都是没有oncertainty的 唯一的oncertainty就是比如说你切割的那个 那个那个网格够不够了 它能不能够就是精确的就是表示你 你跟你他跟原本的那个形状差多少这样 那这些基本上每个都要切割 那另外一个方法其实就 我觉得也是挺暴力的 就是简单讲就是用统计方法 用统计方法 其实刚才我讲的那些物理过程 比如说这个宗旨撞到这个把盒 那它有可能会产生 核分裂法力有可能它会就是散射手 也有可能被吃掉 那它其实每一个都有的质 那你可以用甩骰子的方式 就是比如说它可能有三分之一的 它那个cross section 就是那个作用几率我算出来大概三分之一 可能是核分裂反应 那我就甩个塞子 那甩个一千遍这样 对然后做出统计这样 那那个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你还要做统计的 还有比如说这个宗旨下次跑到什么地方 它的那个角度是什么地方 那基本上就是用统计方法去表示这些物理过程 然后你最后可以做出一个统计 OK 那这个方法其实非常非常 这一方面来说非常好 因为这个方法你可以看到说 你不需要做结果 所以你所有的 所有的表示基本上都是没有近似的 没有近似的 可是这个方法基本上它不好的地方是 我不能说它不好 就是它有缺点的地方 只是就是在统计上 如果说统计的人大概都知道说 你有东西会叫statistical uncertainty 就是有些地方它的几率实在太低了 对那它太低的话 那你再到那边的 sample 却不会太多 可是有些这些地方 你在做实验的时候它又很重要 所以你要就是用暴力方法 就是给它再丢很多的 sample 下去 比如说你计算电脑它需要两天 可是那个精确度不够 那你就再多丢个十天这样 可是那个样子的话 一方面是你不确定 你它的那个统计的误差是不是 在你的容忍范围之内 而是你不知道你 你到底需要需要跑多久 它的那个精确度才是你想要的 对这个方法就是我们一般在这个领域 叫monte carlo 或是讲stochastic 那这两种方法 Deterministic跟monte carlo 是很传统 就是在粒子牵移领域里面 我们非常常用的 那如果你稍微比较一下 这两种方法它的好处跟坏处的话 那这个item这边我写下来 基本上是在做粒子牵移领域 其实不是只有核反应器 还有一些像医院使用的 像X光机 他们可能会希望说看说这个X光机 它这个room里面 它X光机打开之后 你这里面它每个地方的那个辐射计量是多少 你也会需要用到这些计算这样 那这两种方法基本上 像在这方面的研究者 研究的学者的话 那这些是我们比较care的地方 就比如说 你用Deterministic的话 你的那个表示有没有跟实际到底差多少 那monte carlo基本上没这个问题 那还有很多部分像你的电脑的memory 需要用多少 然后还有你的CPU需要用到多少 然后还有很重要的东西叫Numerical Issue Numerical Issue 那个东西我今天不会讲太深 就简单讲刚才我讲的那个 比如说你的几率很低 那你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能够 它的那个统计误差能够 在你的容忍范围之内的解 那个是其中一个问题 那个是其中一个问题 那还有就是对于一个核能反应器 你会希望知道越多资讯 越多资讯越好吗 对不对 因为核能反应器基本上 有个东西叫做Probability Risk Assessment 叫做安全 就是每一个发电的系统 它都有它的安全的疑虑 那你在做安全分析的时候 你必须要考虑两个点 它真的发生事故意外的时候 它的结果是不是很严重的 还有它发生事故的意外的 几率会多少 如果你那个事故很严重的话 那你就要把那个几率降低 那一种把几率降低的方法就是 你如果能够获得很多的资讯 那是非常好的 所以基本上你要是用这个方法 你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 因为基本上它每一个 我刚才给你们看的那个 它的这个节点 你每一个地方它的宗旨数量 你都会知道 你都会知道 可是如果你用蒙蒂卡罗的话 基本上你要在那边放一个东西 我们叫做Detector 你要去计算它在某个地方 你必须要开 开那个功能它才会可以计算到 然后你要是摆在那个外面的地方 像这个是我们尤塔大学的反应器 这中间都是我们的核燃料 那你离这个反应器太远的地方 比如这边是水 那你这边宗旨根本没有多少 对不对 那你的统计误差就会非常大 可是如果你要在那边做实验的话 那你统计误差又这么大 那这个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对 所以这两种方法其实都有它的利弊 就看你怎么样去使用它这样 那有一派的学者在这个领域 其实他们就说既然这两个方法都有它的利弊 那为什么不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 就是取其利然后舍其弊这样 所以有一种方法就叫Hybrid Hybrid 那我这边讲的Hybrid的方法 其实是其中一个 那这个也是我博士论文其中的一部分 我有用到的 那就是举一个例子 就是这一个东西 你们看到这圆圆的桶子 这个东西叫做Spain Nuclear Fuel Cask 那就是高阶放射废料最终处置的储存桶 储存桶这样 那在里面它有很多的核燃料素 那每个核燃料素里面都有核燃料棒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其实它 它就像一个金格一样 它每一个 每一个燃料素基本上它的那个 数量都是里面燃料棒的数量都是一样的 那其实你就可以做一件事 就比如说我刚才讲说就是核分裂反应 就是你中子可能在这边产生 它可能会跑一段距离 然后跑到这个燃料棒 然后发生核分裂 那你这个东西到这边 跟在右下角基本上它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Symmetric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建立这些 我们讲 我们直接叫它说Fission Matrix 这样 就是比如说 这边 升出来的中子 跑到这边 它发生何反应 那你的几率是多少 那一个是一个coefficient 这样 那你要是把它全部建立起来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解 去解这样 那当初我在做这个方法的时候 我是用蒙迪卡罗去 去计算计算这一个coefficient 然后你要是得到这些coefficient之后 你就用Power Iteration去解它这样 那其实你可以看到说就是 如果我中子在这边升的话 那这张图就是简单让你看到说 它跑到这边发生何分裂的几率有多少 那这个是10的-3次方 10的-4次方 10的-5次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 中子不会跑太远 中子不会跑太远 它基本上大概跑 可能一个燃料素 它基本上就已经被吸收了 它不会再跑到第二个去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 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们很着重的一个点就是 如果你做蒙迪卡罗计算的话 你基本上你会需要丢 就是一开始中子从哪里开始 你要是丢这个地方 那它很难跑到另外一个角落去 对那那个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利用这个方法的话 你可以in a way you can solve the problem OK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 这个coefficient它长什么样子 我把它画成3D的 对 那希望可以给你一些资讯这样OK 好那以上就是 就是 就是 粒子迁移计计算 或是说你说中子迁移计计算 的物理模型 还有数学模型 还有它的计算方法 大概长什么样子 这些是大概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讲说 它的应用到哪里 OK那很简单的 基本上核反应器 核分裂反应器用的非常多 因为我刚才讲的 你基本上这个 这个中子它 你在核反应器里面跑 它是会不断的去 产生核分裂反应 然后丢出更多的中子 所以你一开始 你根本就不知道 它的那个 你的那个中子的源头 它长什么样子 所以你必须要做iteration OK 那这些其实都是 我做过的project 就是 左上方其实是一个 在比例时的一个 一个核反应器 那当初 历史是因为在很多国家 他们用的叫做压水反应器 他们在靠近就是 就是装这个压水反应器和燃料的桶子 我们讲reactive pressure vessel 就是受中子造射实在太多了 所以它会产生一些材料的军裂这样 那你要怎么样就是保护它 他们基本上想出一个办法 就是在那边加一些材料 就是让它挡住中子这样 那这个反应器基本上就是 他们用这个小型的反应器先去证明说 这件事情是可以成功的 那而且这个反应器的设计 不单是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目的 还有因为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做计算的这些 这些computer code 它非常复杂 所以很多时候 你必须要跟真正的实验去做比较 去看你的那个computer code 它到底算得准不准这样 这个东西我们叫做benchmark 我们叫做benchmark 那因为基本上你要把 你要建造一个合反应器起来 然后又要做这些测量 那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就是不管是你人力啦 或者是你就是资源啦 或者是金流啦 这些都必须要很详细的规划 所以基本上这个project是国际上 基本上有 那个时候不同的国家 有写不同的computer code 那大家都来看说 那到底哪一个算得比较准这样 OK 那右边这个基本上 是我们有达大学的合反应器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的合反应器 这就是螺心 这是螺心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燃料棒 然后这里面这个 你看这个T型的东西里面 装的是重水 全部的重水 那因为重水它有好的特性 它不会吸收太多的宗子 所以你要是你想做研究的那个宗子 是低能量的话 你可以直接摆进去这样 那你可以看到我做计算的话 我可以直接把整个反应器里面 它的宗子的在哪边它是多少 直接把它全部算出来这样 那这样的话 你有这个东西的话 你在做实验设计的时候 基本上就非常方便 那这个计算到底有多消耗电脑之源 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个计算 它我总需要的那个 那个记忆体大概是100个Gigabyte 100个Gigabyte 对 那我这个计算 我有做平行处理计算 那还是花了我两天 它出来的那个 整个这个reactor 它里面那个flux的profile 大概是80个Gigabyte OK 所以这个计算量其实非常大的 那当然你可以把这个东西 变成就是它的power density 那你这个东西可以再丢到就是热传分析的 的电脑城市里面去做 你这个reactor这边它的那个温度是多少 因为你在做实验的时候有一些材料 它是不可以 它是有些温度限制的 所以整个反应器基本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系统 OK 那这个的话基本上是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他们也有一个实验反应器 那我们有合作做一些就是照射 关于就是 就是国际上核武 如果有人做测试的话 你基本上会有一些同位数跑出来 那你这些同位数基本上 你要是可以侦测到它的话 那你就可以说 这个国家在做一些就是funding business 这样 那你可是你要有一些就是标准的那些 那些那些 radiation source 去就是去告诉你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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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那个那个辐射增减器说 这个东西是我要的 那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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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同位数基本上 我们从这个reactor 里面制造出来这样OK 好那其实就是就是稍微讲一下个人经验吧 就是我在温大大学其实我不是只有做计算 那其实我也是反应器操作员 那像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就是实验 就是要终止要造测一个一个把材 那他必须要他他那个把材基本上他会生成一些 就是一些一些一些放射性元素 就是我们要做不同的应用这样OK 那其实就是这整过程其实挺有趣的 然后我们最近其实温大大学我们的那个反应器他有换了 我们那个整控制系统把它换掉了 因为因为太久了这样OK 那刚才信达在介绍我的时候 其实有说我是中指那个中指照相系统的设计人之一 那个是我们现在最近在在work on一个project 因为中指照相其实是非常有用 因为中指照相基本上因为中指跟物质它作用的机制 跟光子是不一样的 大家应该都有去照过X-ray 那X-ray基本上你要是有太重的东西 我讲太重是比如说像铅啊铁啊这些东西 跟我们人体组织比起来那个东西是非常重的 你要是有那些东西的话 基本上你造不出来什么东西 因为那些东西基本上挡住光子是非常好的材料 所以就比如说像美国的空军他们有那些就是战斗机 它里面的涡轮引擎可能有一些地方 它是金属的部分 你用X光基本上造不出来什么东西 那你用中指照的话它的resolution可以非常高 可是中指的话基本上你通常就要有reactor 没有reactor基本上做不出来这个东西 对那因为中指照相那个部分基本上 我今天讲的是灵界的问题 所以是和反应器的炉心 那那个东西比较是属于我在2021年 Pyra讲的那个Fix or Scrub 所以我没有摆在这边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私下跟我聊 我可以跟你介绍就是我们的那个中指照相的 的系统是长什么样子这样 OK 那简单讲就是我介绍了很多 那希望我有让大家听懂就是这个领域 到底在做什么到实际上的应用是什么 那简单讲就是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 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去选择你的工具 因为你要选择错的工具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得不到你要的答案 然后不但你选择你的工具 你还要知道说这些方法它可能会面临的问题有什么 你要聪明的把那些问题避开 并且你还要在最后的部分说 这个东西跟我的物理的知识比起来 它是不是它 doesn't make sense 它 doesn't make sense 你不能说核反应器 你发现那个中指的那个最大通量是在核反应器外面 那这样的话 那根本就物理上根本就不 不make sense 对不对 好那基本上就是在讲 在讲Linear Boltzmann Equation它其实应用的方面很广 其实核融合反应器也有在用 那核分裂反应器我刚讲很多了 还有一些就是像 就是医院用的X光机 他们也用很多 那其实还有应用在 因为其实上 其实那个你要是看一下Linear Boltzmann Equation 它其实可以在光子做计算 那其实艺术的人像电影灯光 他们也有在用这个Equation去解决说 怎么样造起来它会比较好看这样 那那个领域我比较没有涉猎 可是基本上你要把那个Equation 它重写成另外一种form 那那个领域其实我觉得是挺有趣的 好那这些是我的reference 那就谢谢大家 那就是I'm open to any question OK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开放问题 那有问题的话欢迎直接就是开麦克风直接可以问 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那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你在解那个eigenvalue problem的时候 你目前是用hybrid的方法吗 还是你是用finite element finite element我们其实我其实不太建议 因为你可以看到那个方程是已经 已经够复杂了 所以你要是用finite element 那个集合形状又不是固定的 所以我们比较喜欢用的是finite difference 因为它的比较简单 对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这个研究领域 基本上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 所以我的advisor还有一些之前的师兄 之前的就是学长学姐 学长学姐 就是他们有写过一些code 那其实那些工具我们都有 那现在基本上就是你要去push它说 它这个code就是用这个方法 你怎么样避开它的问题 然后去得到你要的那个resolution 那个是我主要的研究方向这样 其实我的问题是就是 你这样的方法解出来 通常会有好几组eigenvalue 都已经对应到好几组eigenstates 那你画的是 你有办法选择 你有办法选择某一组是 最 最 最 I don't know 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做化学 我们就会选ground state 可是你们的系统完全就是 不是 完全跟这个 应该是 应该不会是ground state 对 我们的观念不是ground state 我们就是其实 你选哪一组解 基本上它那个eigenvector 它那个形状都长得一样 对不对 没出去 它形状 就基本上你要一个normalization factor 对 我不知道 对 好 那我们那个normalization factor 就是你的reactor的那个功率是多少 ok 对 normalization factor 是一开始就知道的吗 还是说你是在process中 其实就是那个k 刚才我讲那个k 对 其实你看那个equation 它里面其实 那equation其实就是告诉你说 你这个系统 它离零件还有还有多远这样 它是超过零件了呢 就是你中指比 吃的比 比生产的多 还是生产的比吃的多 它那个equation 只告诉你这件事 所以你要去不断的猜它那个k 是多少这样 哦 ok 那得 那你那个 其实你这样得到的中指数 是总中指数吗 还是因为你 eigenvalue eigenvector 做出来 我的想像是它会是一个中指的density distribution 对 对 没有错 然后你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整个中指数 就是加起来看你算出来有多少 然后你其实可以用另外的方法去算出说 你这个反应器的功率有多少 它的总中指数大概有多少 所以那个差别就是你要乘上去的那个部分 计算上我们这样玩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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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做 因为你这样子还是一个self-consistent的做法 你让你最后得到一个self-consistent的解 我离开物理心理太久 那好consistent 你对这个简有多么的多么的有信心 哦 那当然就要看 那当然就要看你比如说你切的够不够细 比如说 对就是 就比如说 我们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去 像 我们基本上 我们的code 你一定要选一个那个坐标系统 我们通常是选Cartition 你不可能把Cartition 跟Sophical mix在一起 所以我们 我们的方法就是比如说 用很多的方格去表 去弄的很小的方格去表示一个语言这样 对 然后你那个方格切的够不够小 那我们就会把那个方格一直去refine 然后看你的那个解有没有变这样 哦 ok了解 对 然后到没有变的时候你就说 ok this is possibly fine possibly 对啊 对啊 然后其他的像能量那些就是一样 跟每个地方你就可以想像说 就是他有空间有能量有角度 那这三个切的部分我们都要 就比如说你能量 你空间有切六种方法 能量有切六种方法 能量有切六种方法 角度切六种 那六乘六乘六就是就是你 就是你要study的多少 对啊 因为他们基本上空间会差不多 对啊 所以这个计算量其实非常大 对啊 对啊 那这刚才我们讨论的部分是 都是那个就是deterministic 就是你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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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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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把reaction 你把那个那个那个 equation 真的 break down 那蒙蒂卡罗那个是不一样 对啊 还有有问题吗 阿伯特 你不是跟我同领域的吗 问一个吧 哈哈哈 这个不太想要杂草 哈哈哈 你不是这样 对啊 就是我happen 我也是跟学长做一样领域的 对这个 刚刚在讲到那个bozeman equation 就非常有感觉 对 我觉得我个人可以再补充几点 就像很方便就是切到那个slide 就是第一次那个equation 秀出来的时候 对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这个comment一下 对这个 其实我们做nuclear相关的人 我们就是花一辈子的时间 如何去解这个equation 对刚刚这个学长这轻描淡写说 这个很难解 但是实际上我们给大家一个example 就会更有感觉 对你假设说如果你的空间 我xyz 我都用finite difference 我把它切100个格点 所以你看xyz 这样10的3次方你就已经有10的6次方 那如果你的角度假设你切个100分 能量也切个100分 所以这个equation 对随便便你可能就有10的12次方 所以你就想说你最后变成一个很大的matrix 它就是一个10的12次方这么大的一个矩阵去解 对所以就是说你在怎么样去解这个矩阵的时候 你一定要做一些trick 你不可能就是直接invert这整个东西 那是不可能 除非狂疼 所以实际上 就我所知就是当初 美国这个Mathartan Project 最早开始研究出这些computer的东西 其他就是某方面 他为了要去解这个equation 他要把这个核弹做出来 所以我们最早这种computational东西的第一个应用 就是我们这个nuclear这个领域 然后现在另外一个也是computational intensive 就是去解热流就是navia stock equation 大概就是这两个东西 他这个都很占内存 刚刚学长你说你的那个data要跑这个80gb 这个都是小case 那时候阿刚National Lab的这个水电跑都是一个terabyte 就是你可能要1000多个核 他去解 因为当初就是能源局 他说这个China的supercomputer上来 我们很紧张我们也要开发出来 所以他这个就砸了很多钱 然后到处去问这个National Lab 能不能用一下我们的资源 demo说我们有这个能力 然后那个时候阿刚就说好啊好啊 那我们就跟着做 然后就开发一个你要用4000多个电脑并行的code 然后这个现在就是totally useless 因为根本没有人用得了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历史上来讲 就是你解这equation 花了我们很多力气 然后明豪刚才讲说10的12次方 你可以想一下一个数字大概4个byte 你乘上去 那个绝对是超过terabyte等级的 除非今天quantum computing 变成我们真的可以用了 可能会解决部分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我可以补充的是 通常我们在解这个equation 它有几个很tricky的地方 第一个是 你说这个很明显这是一个pde 但是这个pde更讨厌的地方是 你看到它的 位置数它还放在积分里面 所以就是这个equation 它又有微分又有积分 这是一个voterra equation 所以它这个难度又更高 所以通常 除了你说这个离散空间哪个角度 其实我们还花更多的力气 是在这个积分这一坨里面 对我怎么样把它这个做一些简化 让它这个mathematical更好对付 对吧 那这个就衍生出这个上千篇的学术paper 所以这个每一个turn 你大概都可以再搞出个100多篇paper 因为每一个turn 这个都有非常多的技巧和学问在里面 很多时候解一个turn就是一个dissertation 这样的 没错 对 我那时候我的dissertation 就是只是加了那个时间的尾分 然后就变成我的dissertation 刚刚是解这个没有时间 我多个时间我就可以毕业了 多个时间就那个难度就多很多很多了 没错 而且我们reactor的scale也很多 就是你可以动辄几年 你也可以动辄几个micro7 到底我要在哪一个时间 那我不同的approximation 这个也有很多的艺术在 现场观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是Jason 我想要问个问题 就是我知道这个linear Boltzmann equation 在solid state里面其实有 但我不懂的是它为什么会变成 就是icon value problem 就是我不太懂那一步是怎么做出来的 然后k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ok 我可以再稍微去那个地方讲一下 所以基本上Icon value problem 是个数学的term 对不对 它基本上在线性代数里面就是讲说 你的source 飞营生你的drift 对 对 对 那你要导飞灵解 基本上它 你如果欢迎成物理 就是说 你不管你和反应器怎么怎么开始的 你有个中指撞到你的右把盒 它会产生更多中指 这些中指又会再去产生更多 features 所以你要计算中指的数量 基本上 在数学上它会有很多的mode 这个样子 那可是你要去找那个对的 就是fundamental mode这样 所以它背后的物理是这个样子 那至于数学的话 我们描述的话基本上就是说 你看右边我已经把那个notation写出来了 这个像其实就是fission出来的neutron有多少 那这个东西是你的那个equilibrium的source 那你的source跟你的那个解释是有关系的 所以你必须有两个东西要去猜 一个就是你的eigenvector 一个是你的eigenvalue 所以 你必须要两层的iteration 我不知道我这样有没有解释得清楚 可以回到上页看一下那个equation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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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 最根究竟就是因为有fission 然后这个东西叫multiplication 因为你中指进去又有中指出来这样 那个东西叫multiplication 最根究竟就是因为这个东西 所以你才会需要解这个eigenvalue problem这样 OK 因为基本上你就是要去算它中指数量有多少 可是中指又不断撞中指出来这样 所以就变得很复杂这样 OK 所以你要设定 设计某些东西让k effective等于e吗 你的目标是这个吗 对 对 可是你基本上你一般不可能完全等于e 因为反应器里面有太多的东西 像比如说你反应器在运转太快 它会有热的出来 那你那个热有的时候会影响你这个cross action 然后你那个反应器里面有一些又把材 它分裂之后这些东西我们叫分裂产物 那基本上有些东西它非常吃中指这样 对那它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你的material它中指在一直撞它 它有可能产生damage 这些东西你不可能去完全的描述它 what is exactly the status of them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这个地方大概是这样 OK 那但是它不完全等于1的话 就是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你会一直有多的中指跑出来 然后反应炉就一直变热这样吗 没有 没有我们反应炉通常最有一个东西叫控制棒 对那控制棒基本上就是 因为控制棒它是 它一般都是用硬的化合物 一般是boron carbon 那那个东西基本上你一插下去 很多中指就被吸掉了 那你中指被吸掉就是 就是变成说你可以去控制它的 它的那个功率是多少 对那其实你插控制棒基本上 刚才这个也是跟信达问的问题有关系 你控制棒插的深插的浅 那你那个它那个 鲁芯的那个中指的分布 基本上是一样的 除了在你控制棒附近 那你插的高 它那个整个那个shape就变高 那你要插的低它就变 它一般控制棒是用抽的 你抽的越高 基本上那个pology越高 那个形状 形状是一样的 它就变得越高 你要是用控制棒插的越深 那它的pology就下来 可是形状还是一样的这样 除了在你控制棒附近的地方 对 所以在真正的反应炉里面 你还有一个feedback 就是你可能还有一个pid control什么的 在那边控制你的k effective这样 基本上就是抽插控制棒这样 对 基本上一般的反应炉 一般的分裂反应炉 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对 OK 那我可以问 不好意思 没问题 对就是除了 对对对 通常除了控制棒以外 反应炉它的一个特性是simal feedback 就是说它如果会有一个特色是你的温度上来的时候 反而对这个neutron reaction是很不利的 所以通常温度上升它会有一个internal的机制 去把那个sigma的t变小 反正就是你的loss turn会变大 那它这个机制也可以导致说你的chain reaction不会失控 这个就是中指跟右法材的物理关系吗 对 对 它的反应 对 那刚才明豪讲的那个其实是美国的反核反应器是那样设计的 你温度变高它的作用机率会变低 我们这样设计 可是车诺比那个不是这样设计的 所以那是为什么它发生那件事 他们在省材料费 然后他们直接忽略这个部分 所以然后就是在运转的时候 他们又就是没有按照规章来做 所以就发生那件事 所以很多事情在一起 可是在美国的反应器设计的时候 我们都会设计说你当你温度过高的时候 物理的机制我们是设计 就是让它那个反应度变下降 所以就是internally safe 那个是inherently safe 就基本上你要是温度变高 你那个反应机率还变高 通常NRC不会approve你这个design 我真的了解 对 那最后问一个 这个这个我个人好奇 就是为什么核反应炉都是燃料棒 就是它为什么不做成其他形状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其实有其他方式 像有一种反应炉 它基本上就是一锅糖 它叫做multent salt reactor 它就是把核燃料跟你的那个 基本上你的核反应炉 它会要做成燃料棒 就是因为里面要有水 所以基本上有两种作用 一个就是带走热量 那另外一个是你要让中指减速 那有另外一种反应器的设计 基本上它就是把就是液态金属 跟硫混在一起这样 对那样的话也是一种方式 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反应器 在马里兰州就靠近明豪 其实不远叫做x energy 那间公司他们的独大的反应器 叫做球床反应器 它那个反应器的燃料是球状的 然后就是被包裹在石墨的那个matrix里面这样 然后它那个就是往乳形里面丢球这样 然后丢到 因为其实有个东西叫做critical mass 就是你这个右东西 它其实本身就会丢中指 那个叫做spontaneous vision 那那个中指出来 你要是这个右的量够大的话 它自动会达到critical这样 对那你基本上就是一直往里面丢那个球 然后丢到它critical为止这样 对 所以有很多不同 就是我其实对就是反应器完全没有什么了解 所以它是一个一个棒子 然后中间有水这样子吗 还是什么 对 对就是比如说你看这个就是和燃料棒 那它这个我这边没有那个图片 基本上中间这些你看到黄色的地方 都是水流会经过的地方 对它基本上它那个水流会从下面 会从燃料棒的下面往上冲这样 对 对 然后就是你这些水流过去 那个热就被转移到你的水上面 然后水到时候变成变蒸气 蒸气就推动涡轮嘛这样 然后发电 简单讲就是一个很大的煮水 煮水的炉子这样 了解 所以人类就是一直在研究怎么 怎么样比较有效率的煮水这样的 谢谢谢谢 有学到一些新的知识 谢谢 好的 那还有现场还有没有人有问题的 没有的话 那我们再一次就是以这个掌声感谢王孟仁博士 好的 那我就现在就先关这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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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